全唐诗卷352 四 岭南将行 柳宗园 丈江南去入云海 望尽黄毛是海边 山腹语情天相济 谈心日暖 长娇颜 社工巧次游人影 巨母偏经旅客船 从此幽来非一世 喜荣花发带流年 江水南去引入那茫茫云烟 遍地黄毛的尽头便是海边 雨过天晴 山腰间大象出没 阳光灼热 潭水里水质浮现 社工阴险地窥似行人身影 巨母不时地惊扰 旅客舟船 从今后忧虑之事何止一桩 哪容我衰老之身再哀几年 岭南将行坐于唐县宗 元和十年 柳宗园进入京广西以后 夫人柳州刺史的旅途之中 当时作者 殷禅被贬柳州 硕相将进入岭南 继续乘船经陵渠下离水 而后经贵江 寻江 到达柳州刺史认所 此时当在贵州赴柳州图中坐 从此绕来飞仪式 岂容花发带流年 十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